击打华林暴雨引发严重的洪水灾害 水利灌溉局和气象局的数据就显示 多个地区7月4号的降雨量高达64毫米 伊纳斯山的降雨量更是多出了一倍 环境级水务部长拿东斯里端伊布拉辛表示 部门正在加速进行四项涉及超过2亿令吉的防洪计划 包括建造分层防洪坝和加深河道 防止再发生大规模水灾 击打华林前天下午爆发严重水灾 造成三尸四命还有上千人遭殃 环境级水务部长端伊布拉辛今天发文告指出 根据水利灌溉局的记录 德雷蒂末肯殖民区当天的降雨量高达64毫米 甘宝石钉和甘板义布围降雨量也超过40毫米 气象局的卫星数据也显示 伊纳斯山的降雨量多出一倍 加上洪灾上游地区有用地活动 以至于暴雨期间发生泥石流造成严重洪灾 各地区的水位鉴于0.2米到3米 不过大水在当天傍晚的6点就开始消退 环境级水务部总秘书和水利灌溉局总监昨天巡视灾区评估事态影响 部长强调部门会按照评估报告加速进行四项计划 包括涉及1500万令吉的华林第一阶段防洪计划 第二阶段则会耗资1亿6000万令吉 同时斥资2200万令吉建造分层防洪坝 以及涉及600万令吉的各项防洪计划 包括加深河道建造河堤修建桥梁等等 3107300万令吉的颜色 錄刀 职业 2104 5前4105 295前4104 3103 2101 3142